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内地微博疯狂转载一个讯息 重庆机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降落跑道 网路上流传的消息是 因为有不明飞行物体光临重庆上空 为安全起舰 机场直准起飞不准降落 多个航班只能改到附近机场 直到前天下午两点 不明物体飘离航道后 航班才恢复正常起降 中共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于2003年成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受到质疑 有媒体指出 首批75名部委发言人中 19人从未发言 秦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